政治消息则是要来看到台北市长柯文哲接受了专访聊到台北市长的接班人选 他坦言看好的就是立委蒋万安能够出现 还说有机会想找他聊一聊 但是得要先回答能不能每天上午七点半上班 蒋万安也出面回应柯市长显得相当有自信 说担任立委每天是24小时待面的 两个人要见面聊聊也没问题 但现阶段还是以拼立委连任为主 没考虑选市长 至于会不会觉得被柯文哲吃豆腐呢 蒋万安则是把球丢回柯批 要市长自己讲清楚 诚恳笑容高颜值外形 蒋万安扫市场台语不流利 还是能立刻掳获婆妈的心 好帅 帅爆了 辖州立院男神封号高人气被看好是下届 台北市长热门人选 就连柯文哲也看好蒋万安接班 说如果现在国民党 如果是国民党去办出现 因为是蒋万安会出现 现在的 当然三年都我不晓得 每天先问说每天七点半上班 以前不行 其实立法委员现在已经24小时 很高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行程 我甚至早上五点半就要到 七点半上班 小case 柯文哲更要与蒋万安坐下来好好谈 不管蓝绿什么样的人 总是要认识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 给予一些建议 当面提出来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机会 下一阶段 现阶段就是 平立委连任 巡选市长 蒋万安继续四两拨千金 但柯文哲日前才说 自己是绿底讨厌外省人 现在又有意找蒋万安接棒 也被认为再吃豆腐 我没有这个感觉 但是我觉得 这个不管如何 很多发言的想法目的 这个柯市长本人 他来说明会比较好 柯文哲也曾找过民进党 北市议员高嘉瑜接班 还建议他先当副市长实习 如今在点蓝营名将蓝绿通吃 再替自己创造话题 谢谢台北中国报道